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看到这个房间的话 就会被吸进这个红色的房间 就再也回不来了 最后还说如果有人敢插掉这个诅咒 就会被红色房间的主人给带走 又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 女主毫不在意 这时朋友来帮女主打扫 两人分头行动 女主正打扫一个蹲坑时 发现墙壁上有个红色的窟窿眼 好奇的女主趴到眼上想看看是什么 结果发现里面是一个发着红光的房间 忽然一只血红的眼睛出现 吓了女主一跳 朋友赶忙过来帮忙 女主再一看 那个洞居然消失了 墙上只有一个红色眼睛的图案 两人也就没有多想 在转身离开后 房间忽然就变成了红色 似乎是有什么在注视着这一切 随后两人来到了另一个厕所清理 突然一个扫把倒了下来 女主把她放好后 结果感觉被一只手抓了一下 女主一看 隔间里除了扫把没别的东西 在清理完后 两人各自回家 朋友把拍下厕所的图案照片发给了两人一个退学的好友 回到家后 两人继续包电话周 并约好明天去看望那个退学的朋友 第二天两人相约见面 朋友看起来精神恍惚 两人随后来到了好友的家 但却没人应答 电话也打不通 邮箱内的报纸也塞得满满的 看起来很久都没有人出门取了 不过门没有锁 两人走了进去 房间里黑灯瞎火的 看起来是停电了 这时一块来的朋友突然精直的走向二楼 女主赶紧追了上去 这里也没有人 只有一台电脑孤零零的摆在那儿 女主一看 上面竟然是自己在厕所看到的红色涂鸦 这时整个房间忽然变成了红色 女主发出了圣人的惨叫 至于发生了什么 也没交代 故事就结束了 好了 第四个故事 故事开始 在一间公寓内 一对情侣正在吵架 男主一气之下把女友赶出了门 这时男主收到了一条短信 约他下午五点在公园见面 这可把男主给乐坏了 因为发短信的是男主在网上聊了很久的女网友 到了五点钟 男主如约而至 对方果然很漂亮 但不管男主怎么搭话 对方都不冷不热 这时女网友突然请求男主帮他一起找东西 男主同意表示想要去一下厕所 其实男主并不是真的去厕所 而是偷偷地拍了张女网友的照片 发给朋友显摆 回来后 女网友还是一言不发 男主大的胆子拉起了女网友的手 发现网友的手冷冰冰的 不过男主的心里感觉暖暖的 这时朋友发来了短信 说看了这个女孩子的照片 感觉很不对劲 让男主不要再继续了 男主并没有理会 第一次约会还是很开心的 再过了几天 女网友又约男主在公园见面 这次见面选择在了晚上 男主一到 女网友就让男主帮着找东西 但又不说找什么 男主只好照做 结果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把刀 还不小心把脸给划破了 接着男主又在旁边发现了一面镜子 捡起来一看 一个鬼影一闪而过 把男主给吓了一跳 但女网友还在不停的寻找 男主是受不了了 打算霸王硬上弓 这时女主的容貌忽然发生了变化 白眼一翻 吓得男主一路狂奔 男主跑到了河滩边 手机突然响了 打开一看 是女网友恐怖的脸 再抬头一看 网友已经来到了面前 男主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第二天躺在河滩的男主 被女友叫醒了 经历这一夜的恐怖 男主还是觉得女友好 两人一路牵着手向前走 这时女友说起了这里 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一起命案 被害女性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 被歹徒持刀割喉而死 男主听后觉得不对劲 转身看了一眼女友 发现女友的脖子上 有一条深深的伤痕 此时的女友正朝着她 阴森的笑着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故事 故事开始 四个好朋友经常组织到灵异事件发生地探险 这天 四人又来到了一处新的灵异事件发生地 一栋废弃的大楼里探险 顺便直播 四人分工明确 卷发女负责用手机更新动态 相机男负责拍照 背包男和短发女负责侦测 在进入大楼后 这里果然阴森恐怖 不过几个人都是老手 心理素质还是有的 走着走着 相机男忽然滑倒 原来地上有不明液体 还有几个脚印 看来是有人比他们更早一步进来了 大家虽然有些失望 但还是决定继续前行 背包男负责打头阵 相机男则一路拍照 路是越走越黑 这时调皮的相机男忽然大喊一身茄子 原来是给其他人拍照 大家被吓了一跳 不过缓解了一下紧张的气氛也好 但当相机男检查照片时 忽然发现朋友的脸有些扭曲了 再看时又没事了 相机男有些小紧张了 接着四人继续前行 在二楼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短发女说 这里就是当年发生命案的现场 这时卷发妹的手机响起 接通后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很是诡异 卷发妹刚要挂断 眼睛往旁边一撇 一张鬼脸出现在了面前 吓得卷发妹扔下手机就跑了 短发女捡起手机和大伙一块追了上去 但是卷发妹却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手机再次响起 短发女打开一看 竟然是他们奔跑的照片 是谁在偷拍他们 这时背包男回头看到一个人影 以为是卷发妹就追了过去 另外两人也尾随在后面 在追到某处背包男忽然停在那里 背对两人一动不动 随后向鸡男短发女走过去一看 背包男蹊跷流血 面容恐怖 两个人吓得一路狂奔 在逃跑的途中向鸡男摔倒 一只手出现把他拉向了黑暗之地 最后只剩下短发女跑出了大楼 这时短发女看到了晕倒的卷发妹 叫了半天也叫不醒 只好背着卷发妹一起跑 但短发女没注意到的是 身后的卷发妹已经变成了女鬼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系列一共有四部 我们明天继续讲解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